本少没去找你 你竟然主动送上门来了 那个年轻人是谁啊 一个练七七的蝼蚁 却屡次的 和人道尊扯上关系 此之三上有秘密啊 让他参加考核 正好也让本座 按理虚实 起来住手 诸位 这里面 有个人生花 如果是能得到灵魂花 第一个想走出来的人 便会胜着 什么 只有一个人能赢 这也太不公平了吧 这有问题 里面发生了什么 外面根本无法洞察 万一有人对我们都熟 怕什么呀 这不是有我在了吗 这些可都是 各式里的头等天教 对你修行的邪功 可是大补之物 等一会儿 你可得吃得饱饱的 父亲 请放心 宣言齐 他们那边的人 有点成不离死呀 这可能是他们宣言家的杀手剪刮 咱们还是小心点为好 该小心的是他们才对 前世神权出世 也是差不多心情 是不过那一次 我是看着夜天成恨露冲二人 大方异灾 甚至还窃取到了宣言家的专程 从那以后宣言家一决不振 这一次啊 这个小偷 轮到我来当了 走 墨兄 在下对魂殿的某些工法 略有啊 他身边的那个女人 仙天灵体 天生就改被裂成卢底的货 想必 你一定很感兴趣 仙天灵体 哼 也有意思 他们小偷 一个仙天灵体 甚至于凭准的犯袋 绝不能让他们走 追 哈哈哈哈 那废物不长眼睛 竟然进了我宣言家的传承之地 那你还需要得出来 墨兄有所不知 为了防止传承失陷 此地陷阱无数 除了爷爷知晓进去的方法以外 其他人一带进去 那可是十死亡生命 可惜啊 白白丢了个炉铁 夜天丑啊 夜天丑啊 没想到 就算你死了 还能帮上我给他 这是什么 宣言家两千人的道府 那这里 难道是宣言家的传承之地 老男的小 是宣言家的传承 前辈 他就交给您了 你是坤 坤人 没想到 竟还是一道分魂 大尊 饶命啊 小子修行呗 饶命啊 饶命啊 大尊 怪不得前世夜天丑 能成为这天下第一天降 原来是得了这大能分魂 这分魂不仅永生不灭 还能助宿主修行 前辈 要不就将他奴役 正好助我修行 好 让他来 给我打打工 这 只要你以后好好打工 也不是不可能放你自由的 遵命 主任 得先天灵体 胜过百倍这种天降的魂 罢了 有几个活口 罢了 走 取花去 逍遥 你没死 逍遥 你没死 这修宴家对我来说 可是福瑟之地 怎么会那么青丝呢 这灵魂花 竟然有道运保护着 平常人 根本无法靠近孙豪 爷爷在这灵魂花内 点换了一道灵魂威士 防的就是这些蛛虫蝼蚁 破坏了一堆殿的大事 这灵魂花 没有鸣丹剑 根本别想靠近 没错 自不量力 筑机上去 不万分小心 都是死路一条 区区炼气 简直送死 怎么可能 元英威士 哼 我身体里面 一位半地 一位元英的老祖宗 期盼你这元英威士 哼 就凭你个炼气的蝼蚁 凭什么跟我争 你可知道 我是谁 你告诉一下 找死 哈哈哈哈 灵魂花是我的了 哎 什么 又让各位失望了 又让各位失望了 店主请放心 快看 快看 他们出来了 得灵魂花者入神泉 怎么样 这是你说的吧 我们不 走 逍遥 你在我和轩原家族地 大肆同杀 还想入神泉 你是残无人道的畜生 就敢人人得而诛事 你胡说 我们明明 这是谁干的 第一次只看到一阵黑雾乱飞 然后其他人 就不明不白地都死了 黑雾邪羞 难怪你一个小小的炼气器 最近的一名惊人 一阵天下 你竟然是个邪羞 诛 诛杀邪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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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发生在我薛原家 必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 小妖 今日已不死 天理难忠 想和我打一场 只说便是 整这些屁事有什么用啊 就是 我们是昆仑山的人 昆仑道尊的后人 才不限于修炼什么 邪道 哼 这些话可不是你们说的算 公道死在人心 主位 在下魂殿少主 莫无双 实在看不下去 佛羞乱世 愿为诸位 挣扎辞子 邪羞 还不快来送死 我刚才听他们议论 那个木无双已经凝结金蛋 连大长老都打不过 你还是别去了 对啊 色瑶 要不咱们先想办法稳住他们 我去飞鸽传书给老前辈 让他来救我们 刚才你不是很疯吗 现在 怎么就知道夺女人身后 不敢出来 这么久了 还没真正动过手呢 那就拿你了 练练金骨吧 哼 我会尽量压抵我九成修为 免得说我欺负你的练器螺蟹 老头 命车快点啊 你我有主符枷锁 我要是死了 你也就不远了 你也就不远了 这话不多说 我今天就替天行道 斩恩的邪修 老头儿 记住了 即便只是压了一成功力 也毕竟是助击器 这一剑 小雅怕是抵挡不住啊 他竟然挡住了 练习九匹 也能定了助击的全力一击 这小子 江湖还不错 竟然隐藏实力 略隐 略隐 逍遥 他竟然逼的梦无霜 都用了两成功力 你这也不行啊 你不是说你自己 动手的吗 怎么倒他来 你还是 我老胡啊 竟逼的莫兄用五成功力 注击七匹 一个练习七 为什么这么沉 天资聪慧吧 自我出世以来 还没有人有资格 见到我的全部是 以死而无憾 以剑 欲就削 我 总算结束了 此次就让别的工资 都用传利 走 走 不 我雄警人 败了 没用的东西 到底什么咬你 你 主子 抓手 你敢拦我 挎挖 老夫那奄奄长者 你算个什么东西 不 不孝子孙 你你老祖宗都没有了吗 祖宗 不孝子孙 还不跪下 不孝子孙 不孝子孙 也不知道你再死啊 现在 知道就不行了吗 从今往后 雪原家 与萧公子 和昆蓝山同仇敌开 共决一心 啊 七七练七净 竟然能让 雪原家老祖的一宫 毕竟 这里面 果然有问题 大家 别被他骗了 他可不是你们的老祖宗 家主要不要带 招勇撞运到本座头上 今天 我就替老家族 将你就地正法 杨素素 露出马脚了吧 本就近日 就挖开你的脑袋 看看 到底藏了多少秘密 那下吧 找东西啊 有胆子的话 就追上来 就算你真是 灵丹镜凶事 近日 也逃不出 奔族的五指山 这里的确藏着本地的先魂 还以为你有什么依仗 原来是死之前 想看一眼传说中的神拳 完了完了 现在你还有机会逃命 坐怀不乱 那可不是区区炼奇境凶行为 给你的底气 小子 你身体里藏着大大的秘密 如果本座没猜错的话 你就是昆仑道尊 在这世间的唯一传人罢 道尊传人 难道这家伙是昆仑道尊的传人 我从前只以为 逍遥和昆仑道尊有什么关系 没想到他居然是道尊传人 你不想说也没关系 本中有一门收闻秘法 带到福祖之时 自然真降大白 可想死之人 你也没电我身权 先此人是道尊传人 他的手段无穷 别跟他纳费时间 斥则申辩了 好 实话告诉你 神拳试炼 其实就是个圈套 挡的就是你自投罗网 如今 道尊传承 唾手可得 小子 你可是魂殿的大恩人呐 终日玩鹰 就不怕被鹰灼了眼吗 区区凝丹 也配蹭鹰 就算你真是鹰 今日也擦翅难逃 神拳 前面 够了 石海乃是杜结标志 连猿鹰漆都无法拥有 你炼气净开石海 你可是古往今来第一人 杀这下子 足够了 你说你啊 今天要是再果断一点 没准就真让你喝茶 装神弄鬼 被本座给 石 石 盗尊助我 天边异象 难道有新的仙境出现 也可能是 仙人教室 什么 盗尊传人怎么可能 迸发出这样的力量 小佑的身份 明显更加恐怖 哼 装神弄鬼 本座乃是天下第一强者 你拽什么东西 吃了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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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净 死了 死了 我误会了 终时误会 不净 本座活了百年 没想到到头来 还是看错了眼 被鹰做了眼 被鹰做了眼 那小子十分诡异 恐怕不是道征传言 那么简单啊 他的确不是道征传言 他的确不是道征传言 传认他那道力量强大的害人 恐怕是道尊真身 道尊真身 道尊真身 我们已经复盲毕露 肯定要被昆仑山当作大敌的 即使我们连生存都难了 无妨 他那道气息 还只不过是原营巅峰势力 笨拙 已经是原营六品 若是能尽早突破原因 继承妒疾 再遇上他 无首可命 父亲需要什么 请管吩咐 本座记得 你的复顾僧功 已经练到九品大圆满了吧 没想到短短两个月时间 四大残体 你便为本地寻来其三 前三个吧 我确实都有方法了 可是这最后的仙区 确实只能看天意了 前世 我就死在这道尊仙区出世之前 无妨 本地会传你昆仑山所有绝密 仙区出世之前 你只管修行 有绚员家那小子给你助力 你的修行可日行千里 虎度少前不失死 老夫看你这事无缘可救 居然两人的亲生儿子都不放过 你们倒是正气柄男起来的 可你别忘记 你能这么快突破原因 都是谁的功劳 老夫又有什么办法 国定山又倒尊相处 如今 一跃成为 高居六大师 和所有商务师家 只顺庞然大悟 即便有道者助力 那小子 也最多能爆发出 原因巅峰行为 本座 倒是有一个办法 能在最短的时间内 尽身读解 什么办法 你们性命 昆仑时宫要求极强的精神力 没想到 你小子竟能在短短一个月内 就练到了十重天巅峰 本地不得不说 你的确是个妖孽 精神力 两世为人 够吗 好啊你小子 竟敢戏弄本地了 您担酒瓶 走 啊 主人 您可这些高声 可苦了劳努啊 小心 西南方向 天生异象 仙境出事 的确是本地仙区出事 快去 是你 是你 你们来迟了 昆仑道德的险题 把你们做 就带走了 啊 据传说 这肉身乃是死根之本 也是道族最重要的一道传承 如今就落入了敌人之手 刚才老傅察觉到那家伙气息明显更强了 说不定已经晋升 成为元英巅峰强者了 不是元英 而是杜杰 杜杰奇 那岂不是比道祖他老人家助力之时还要强大了 报 大长老 报好了 火念发来战术 七日之后 昆仑山内生死对决 什么 七日之后生死对决 小瑶 小瑶 我们回去吧 回萧家 不再缠火这些事了 莫老鬼已经知道了我全部的秘密 就算躲到天涯海角 也是逃不掉昏夜的追杀的 与其用无宁日 倒不如 放手一搏 你就算突破了宁丹 可他是杜杰强者 凌驾你真正两个大境界之上 你 你哪里是他的对手呢 你小子 本地倒是没看错的 那就给你指一条明路 我 祖主 自灵气扶苏前 二十年就开始闭关 没有道祖传承 祖主现在可能还是灵丹境界 不怕绑不上迷茫啊 你可听过 余气化三星 余气化三星 本地当年虽一心成帝 但也想过 若是生死盗销 昆仑山结局已 便留下一句盗山 仙丘万子 替本地开守山门 难道 盗山虽不如仙驱 但事到如今也别无选择 本地凝结肉身要紧 孙主 这不是你们做的 这是你们盗祖 盗祖 大长 大长 本首席闭关这段时间 纵门就交给你了 好 七日已到 本座来了 十四年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道深终究是道师 我根本受不住本地的历励 那怎么办啊 七月时间已到 恐怕自身的莫老鬼已经降临在昆仁山了 就没在死大爷 我已登临 渡劫境界 一群驱从蝼蚁也敢挡路 你们首席的人可以走了 这里交给我们 今天你们一个都没想着 全都化为本庄的口粮吧 外面已经打起来了 我顾不了那么多了 站住 本地还有办法 道深一会儿 现如今 只有再寻一具新的身躯 你得本地传承欲言 加之本地亲自调教 肉身已不弱于道区 可以已试评 那要是我接受了这三天才会 你会怎么样 化作一缕幽灰 苟安于你十海一景 等待你为本庄 寻找下一次凝聚肉身的机会 但你将得本地底蕴 别说杜结 便是杜结晶之后的圣 也不是你的对手 逍遥 你将可能成为 从古至今 最年轻的 一尊半地 山上的 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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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消灭畓鱼 你可比他自己有种多了 哈哈哈哈 逍遥绝对不会放过你了 只寒 仙天灵体 不 你是仙天道体 这才是逍遥送给本座的大力 既然如此 本座啊就笑啦 哈哈哈哈哈哈 两位的英文 本座没想到 竟还有拦路的狗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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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忘记 庇护昆仑山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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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如乖乖顺穿了本座 在将你调教成无底之前 本座也不是不能比你几天好日子多 小阳会来救我的 一个将死之人 还能让我享用你的机会 记住 从今以后你就是本座的人了 你总算是出来生死啊 谁生谁死 还不宜 本座以寄生肚解计 就算你有道尊传承又如何 依旧是死路一条 等我忙完子时 就一起回小家 小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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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安 小阳 小阳 你不是 我已将三片残体 你以为我还是以前那个小偷 虽然你是杨茜茜 我都成情了 昆磊山两千年前都成为了 这两千年后 还要走出一位大帝吗 神经 现在 晚了 小洋 离开库仑天这段时间 还习惯吗 习惯啊 怎么不习惯 现在 我常常还会遇到一些 长得自己修饰背景 捣乱的人 见了我 个个都下的屁股调游 这么厉害吗 这么厉害吗 嗯 怎么了 你怎么了 董事长 楼下 有个女的在等你 女的 她说 她是您在什么昆磊山的老朋友 我得去看看 怎么是你啊 修仙界有变 六大势力和十大上古诗家 派我做代表 来请库仑山萧宗主出山 多韩山萧宗主出山 消异 妙界 骗 Herausforder 女性 只是